全台唯一的啦啦熊体感互动会本 让民众可以亲自体验近距离互动 整场一共有19个主题 每个主题都展现了啦啦熊的日常生活 邀请参观展览的民众和啦啦熊一起泡温泉吃甜点 沉浸在角色的世界里 期待很久 因为很早就知道消息 然后就是很希望能够收到邀请可以来采访 所以这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 哇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的朋友都很喜欢啦啦熊 而且我还跟他们讲说 我有啦啦熊的那个玩偶 然后又看到他那个本人在那边晃动 摇摇摆摆很可爱 因为第一次啊 看到就是真人扮的那个啦啦熊这样子 很喜欢温泉的那一个 因为很适合现在冬天的感觉 对 而且就是应该说那个温泉那边 它其实有 就是有点像等比例的啦啦熊 真的就好像泡在那个里面 我都想听去泡了 对 就感觉好像 哦 好像很舒服的样子 对 啦啦熊又称为蓝蓝熊松弛熊 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悠闲自在 让喜欢他的朋友都能感受到那股惬意感 十分疗愈人心 首次来台举办的啦啦熊各展 除了多个大型公仔让民众一包眼福 还有百幅啦啦熊的设计图 呈现不同时期各种啦啦熊的图案 从一个一 或者两个一 到一个十九 一十九 一个一是什么呢 一个一就是 一只大型的啦啦熊 FRP啊 在门口等着送大家耶诞礼物 另外一个一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感应式的 那个互动式的这个 他们叫绘本 互动绘本 也大家可以一起使用 十九 刚才已经讲了十九个主题区 主题屋 或者主题箱 刚刚漏掉一个二 那二是从日本带来的两个日本粉丝收藏的 啦啦熊家族的房间 客厅的整个都是 啦啦熊家族的一些纪念品 激发少女星的甜蜜展览 连少女团体POPPULADY都前来朝圣 一看到啦啦熊人偶便忍不住尖叫 又抱又拍照 完全陷入啦啦熊的魅力之中 喜欢啦啦熊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王文君采访报道 中家有线电视熊精彩